那是一段小有遗憾的幸福时光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 唐小玉背后的故事 这是我们化妆施产过程 让粉底液 它虽然毒舌 但是偶尔也不温柔 咱们妆脸就往酷酷的方向去走 有浅浅的灰棕色 就一个小翘鼻 我的双眼皮是往下走的 咱们用双眼皮贴 把眼尾贴上去一点 双眼皮后边是往上走的 甚至这条延长线拉出来一条 眼尾这里可以出去一些 化下至 化个眼头 眼线下面再用深一点的棕色去加深 化一个小小的小截断 下睫毛可以化成一簇一簇的 眼妆完成 接着再用眉笔画出毛流 眉毛整体走势往上 眉毛好了 有种狂脸感 紫色眼影涂在内唇 橘色调的口红 然后再用一台 戴上耳钉 妆容就这样子了 俊枪好男儿 再见了 保重 喂 要是摔了一件 把你们几个卖了都不够赔的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你们的引导者了 站到我身后 哭什么哭 我还巴不得你们抛弃我 这样 就不会被四个笨小孩拖累了 就连宇宙都有衰弱的时候 更何况是人物 再见了 保重 事情是这样的 有宝子想看唐小艺 然后我调皮了一下 结果 直接抽到十八万了 宝子们有在你们身点啊 这下不出是不行了 因为是小说中的人物 咱们爱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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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